自賢禪師的師父是靈幼 靈幼和尚 靈幼和尚因為看到自賢的根氣很好 所以要激發他的那個本性的妙智慧 所以就跟他講說 你還沒有這個初胞胎 還不封北東西南北的時候講一句來 那個世賢禪師聽到以後 就把以往所學的講述 可是靈幼和尚都講說不是 不是那個意思 到後來這個世賢禪師就請師父 靈幼和尚來講 靈幼和尚說我講是我的事 跟你無關 你要講你本身的 還沒有出胞胎的時候那個狀態 所以他就沒辦法回答 沒辦法回答就收拾行李 就離開他修道的這個地方 學到了這個地方 他說已經沒辦法了 所以他就離開就回去 那回去以後我們上次有講 就是因為在持那個雜草 那個鐮刀就是噴到一個小石頭 然後去打到一顆子子 就發出那個聲音 結果他就在這種狀態之下領悟了 那我們把他這種狀態 稍微跟各位溫習 就是他的師父 靈幼和尚 叫他這個還沒有出胞胎之前講一句 就是要他這個萬年都放下 不要到凡承來所學的來講 那個沒有用的 那個都是因緣際會呈現的 都虛扮不實在 那還沒有出胞胎呢 那個就是本來的 本分的 所以他在那個萬年放下的時候 那個經過實際的去運作 結果他把所有學的那一些 都全部燒掉 他說這個沒有用 對我沒有幫助 所以他就已經放空的那個心態 那接著他在那一種 那個除雜草的時候 聽到那個子子一打到 那個聲音出來 石頭小石頭打到子子的那個聲音 就是因為這個聲音 促成他領悟 所以才講這個句語 他說這個一擊就忘守之 這個一打擊以後 就忘掉能知 那個能知的我相沒有 手知的成相沒有 所以就全部呢 當相 我們前面有講說 見性之人啊 言下西見 那個就是言下的狀態 那個言下 那個狀態呢 就是我們了解說 凡臣的萬象跟萬事啊 都是因言忌諱 言忌則生啊 言善就妹 所以都虛幻不實在 所以呢 在那個全部呢 把那一些生妹的啊 全部都放下了 放下了以後啊 再剩下來的 就是說我們還沒有出胞胎之前的狀態 所以那個 沒有能知也沒有手知 已經回到了我們的真心了 所以 而問說 極心極佛 我們說不可能極心極佛啊 因為我們是把凡臣在用的心啊 那一些世心 生妹的心啊 當成啊心 可是呢 極心極佛的心啊 就是這一個 萬年都放下了 沒有虛幻的那個心了 沒有 全部呢 把那一些虛幻不實在的 都放下 放下以後啊 那個聽到呢 那個喔 當下 那一種 靈靈 很奧妙的狀態之下 啊 就是這個啊 這個就是我的本來面目啊 所以那個時候啊 就是領悟啦 悟道祭 所以才講這個祭 領悟啊 這樣各位了解意思嗎 就是 借著外延 借著外延啊 那一些呢 在工作啊 都是外延 然後呢 那個喔 小石頭打到那個子子 發出了聲音 這個外延呈現的 說啊 就是啊 就是啊 就是這個啊 所以他就回去喔 趕快沐浴洗澡 沐浴 換新的衣服 然後朝著喔 那個靈六和尚的那個方向 他就跪拜 他說 假如啊 那個時候啊 師父跟我說 他絕對沒有今天領悟的狀態 就是因為喔 不跟我熟 才逼得我自己啊 去體會 然後自己體會出來以後啊 喔 那個很親切啊 欸 就是這個啦 喔 我們萬年都放下了 放下放下 什麼都放下了 那個放不下的那一個啊 喔 沒有能守 沒有能知 沒有守之 所以 一擊啊 就往守之啊 欸 所以那個假啊 欸 就是已經喔 到達了 到家了 到墓地了 欸 所以他就假 更美不假修之 不要再修了 已經到了 喔 到達佛性本體了 喔 更美不假修之 這樣了解意思嗎 知不知道 還有一點深喔 欸 所以就是要了解到 我們在環城的生活啊 看到的萬象 以及萬事 全部呢 都是喔 一眼忌諱 眼忌則生 眼瞻就美 都虛幻不實在 啊 不要在不實在的喔 那個現象之中啊 我們住相 欸 我們住相了喔 煩惱就產生了啊 啊不要 喔 不要住相 欸 所以呢 我們啊 喔 就在那一種喔 全部萬年都能夠放下了 欸 我們那個本性呈現的時候啊 欸 我們就守住啊 這個本體 喔 我們不生不昧的 喔 那個佛性本體 我們能夠守住了 喔 能夠呢 按照啊 這個佛性本體 發揮出來的波羅妙智慧啊 來應對啊 啊 完成的喔 萬事萬物 欸 這樣就不造業 不造業啊 欸 我們不受苦了 解脫了 所以要自己努力的啦 欸 所以那個喔 啊 那個悟道啊 那個刺嫌禪師的悟道句啊 前面兩句 喔 兩句啊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第三句呢 就是啊 動龍揚普論 動龍啊 就是我們喔 這個 龍就是龍帽 那我們龍帽一動 歷代的那個禪師啊 他就用那個喔 喔 眼睛啊 或是眉毛 喔 或是嘴巴 欸 用這個來 喔 表示道 欸 問他呢 什麼是道 然後他都眼睛瞪著你看 那個就是道 了解意思嗎 了不了解 誰瞪著眼睛啊 是誰 我們不住相的喔 是誰瞪著眼睛 是不是不勝不美的佛心 欸 所以那個喔 什麼是道 就是用這樣來表示啦 用眼睛瞪著你看 或是呢 他用有表情的喔 把那個眉毛竖起來 喔 竖起來以後 就是這樣喔 這個就是道 了解意思了嗎 欸 就是我們喔 龍帽會動 那個會動的喔 就是我們佛性在指揮啦 那我們住相喔 就見不到 喔 住在形象 對 喔 形象呢 我們人啊 都是喔 有那個眉啊 醜啊 我們喜歡看不喜歡看的都有 欸 住在形象喔 就見不到 啊不住形象 見到呢 就是不勝不美的佛心 所以動喔 喔 以及呢 我們容貌在動 然後養 花養 古路啊 就是呢 就是呢 我們啊 要花養 我們回到啊 我們那個無極里偏的這一條道路 就是要不勝不美的真心佛心啊 回去啊 喔 所以我們要花養這一條回去的道路 喔 洞龍啊 梁土路 這樣了解嗎 喔 第四句呢 不斗呢 瀟蘭姬 不斗啊 就是不斗路 瀟呢 喔 就是啊 陰眼 喔 因為瀟 有喔 這個 呃 彼此瀟掌 喔 像我們白天啊 一直過去啊 晚上就來了 喔 然後晚上呢 一直過去啊 白天又來了 喔 彼此囂張 所以我們不斗路啊 喔 那個啊 陰眼 那個瀟就是陰眼 藍呢 就是自然 不斗路啊 陰眼跟自然 所以我們要了解說 我們的佛性啊 它是喔 超出 陰眼跟自然 各位全學 那個黑板在超的喔 我們等一下再超 現在 在解說你不聽喔 等一下 那個再超的 我們等一下超還在啦 等一下還在 可是這個講解的喔 你現在沒有聽 等一下就過去了 啊結果呢 也不知道意思 然後超這個以後啊 喔 我們就喪失了 了解意思的機會 那意思重要啊 知道意思重要 我們才喔 能夠有下手的地方 所以那個等一下超 好沒關係喔 黑板都在 欸 我們只要 拜託它不要擦掉喔 下個都還在 對不對 欸 所以不要急著擦 我們現在要急著拼 不斗呢喔 蕭蘭基啊 就是不斗路啊 陰眼跟自然 我們要了解說 我們的佛性本體啊 它不適宜陰眼 也不適宜自然 陰眼呢都是喔 有陰有眼匯合才呈現的 佛性不是這樣 然後自然喔 有自然的軌道 那佛性也不是這樣 所以它很喔 這個超懶的喔 超出呢 相對大 所以呢 我們不斗路 我們呢喔 生活之中啊 連我們的念頭 也不斗路陰眼自然 那自然而然都是喔 我們佛性啊 本體喔 生花 那佛性本體生花 那就是波羅妙智慧喔 那個波羅妙智慧啊 是從佛性本體啊喔 出來喔 佛學第一次就講 所以我們煩心不放下 波羅不會發生 一定呢 要煩心都放下 煩成的心啊 都沒有了 波羅才有 阿波羅是我們佛性本體啊 喔 生花 所以呢 波羅妙智慧啊 稱為啊 喔 那個啊 禮智的智喔 然後我們的那個佛性本體啊 就是禮 禮跟智啊 喔 能夠合一啊 禮智一如 喔 所以我們了解呢 我們要先喔 有智慧 那要智慧之前啊 我們要用方法 把佛性啟發 喔 啟發以後呢 喔 讓我們久一點的時間啊 在佛性本體 然後呢 波羅妙智慧就有 那有了以後啊 我們從波羅妙智慧 來幫助喔 我們了解喔 真理 那真理了解了 跟呢 我們這個佛性本體啊 它可以啊 禮智一睹 合成喔 唯一啦 喔 那我們開始呢 可以先把它呢 溫開喔 喔 說呢 先呢 這個智慧重要喔 有智了 我們就可以啊 進入啊 那個禮 喔 禮跟智啊 一睹 那所以我們了解說 喔 我們的佛性本體啊 喔 不失因緣 也不失因智啦 喔 所以我們不逗路啊 喔 硝燃基 欸 這個第四句 那麼第五句啊 啊 四次無蹤基 就是呢 我們要找我們佛性本體啊 不管你到哪裡去找都找不到 找不到呢 找不到呢 我們佛性本體 因為佛性本體沒有形象 所以找不到 次次呢 都沒有蹤跡啊 喔 無得看喔 喔 沒有沒有辦法呢 看到喔 喔 這個我們佛性的蹤跡啊 喔 沒有辦法看到 那麼聲色 第六句呢 聲色啊 外微語 欸 就是呢 聽到的聲音 看到的形象喔 那個色呢 就是形象喔 我們聽到的聲音 看到的形象啊 那個都是在外面 外面的微語啊 不失於佛性本體啦 所以我們了解說喔 聲色啊 外 外微語 喔 不失於佛性本體 然後呢 第七句啊 之方達到者啊 弦眼上上肌喔 我們呢 所有之方就是呢 東西南北喔 東南西南 東北西北喔 之方 各個地方 達到者 他已經領悟啊 真理 領悟到道了喔 弦眼 全部呢 都說喔 第八句啊 弦眼上上肌 全部啊 都在講喔 這個啊 就是最上升的法板喔 上等的根器啊 能夠了解的 這樣了解意思嗎 知不知道 深不深呢 不許都講過啦 我們不了解喔 就有一點深啦 了解了以後喔 就不會啊 金欠 喔 所以呢 就是要用心 所以我們借著啊 喔 那個古時候的喔 這些修道者 他悟到的方法 以及他的經過 我們來了解 然後我們可以學 可以效法 喔 這個呢 是之前禪師的悟到技 那或許呢喔 就拜託呢 我們那個抄手講師啊 又抄了一首 喔 那個張軸啊 那個軸秀才 喔 舞蹈記啊 因為這個從文字啊 就比較容易了解他的意思啊 欸 那軸秀才跟這個至顯禪師啊 他們同輩分 喔 時間呢 大概在西元八百年左右 都是呢 六祖的後代喔 六祖的啊 那個喔 徒孫 欸 就是從六祖啊 頓教法門出來的喔 那當然呢 事前禪師呢 跟這個軸秀才啊 他們大概都是第六世 已經喔 經過第六代喔 一代的一代 這樣一直傳下來 已經呢 大概在第六代喔 所以我們了解說 我們借著喔 把那個 古時候這一些啊 修禪中的人的喔 那個領悟啊 喔 那個方式 欸